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国军理报告 预估2035年解放军核弹投数量 比现在增加三倍 将作用1500枚 并计划2049年前 打造世界级军队 白纸运动至少在15城爆发 大批警力进驻北京上海等地 上海警察在地铁查看乘客手机 杭州广场警察出动歹人 中央下令打击敌对势力 渗透破坏活动 南韩首尔地铁周三加入罢工行列 1到8号线6年来首次罢工 地铁运行率减至7成 而货卡车司机罢工一周 瘫痪全韩港口 全韩亦有20一间加油站闹油荒 北约和美国强调将增加援助乌克兰 俄罗斯则延后与美国的武器裁剪谈判 俄乌战争以来超过2000所学校毁损 人道组织计划明年利用3D裂印技术 来重建学校医院 法国长棍面包计划再次搅逐 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 重点强调手工制作技术 及连结社区活动精神 藉此保存法国传统烘焙产业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前中国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 在11月20日病逝于上海 因为白血病合并多脏器 功能衰竭抢救无效 享受96岁 江泽民最后一次 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公开露面 是7年前的大陆建政70周年的庆典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导指出 江泽民是成功带领中国 融入国际社会的一位领袖 特别是江泽民掌权时期 他经常与媒体互动 也常在国际场合大秀英文 他表现出的幽默感 甚至在出访菲律宾的时候 还曾经公开唱过歌 他也在访美国的时候 在海里游泳 那么在位的时候 其实是外国媒体喜爱的 一位中国领导人 前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 逝世消息一公布 大陆官媒包括新华社 人民日报官网页面 全都换成黑白色 官方公告内容指出 江泽民是患有白血病 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 抢救无效 11月30号12点13分 在上海逝世享受96岁 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 和大陆驻外使领馆 都将半级致哀 新华社表示 按中国惯例 不会邀请外国政府 党政和友好人士 派代表团参加悼念活动 江泽民最近公开露面 是在2019年 7月底 在北京八宝山 出席前总理李鹏 遺体告别仪式 2019年是江泽民 最后出现在公众面前 同年10月 他和胡锦涛 还共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站在现任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两侧 观看中共建国 70周年庆典 过程中疑似身体不舒服 江泽民两次被旁人搀扶 国家主席责任重大 我将忠诚的旅行 显罚赋予的职责 在毛泽东 以及邓小平之后 江泽民当年是以 非军人出身 接任大陆最高领导人 当时被称为 是开创文人领军的先河 1996年已故前总统李登辉 访问美国 大陆两度试射飞弹 美国航舰战斗机 开进台湾海峡 是江泽民上台后 两岸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危机 江泽民10年组阵期间 也是中国大陆经济起飞的时期 外界普遍认为 江泽民对大陆经济崛起 才与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目前官方公布 江泽民智商委员会主委 由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 大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金船逝世 国际媒体第一时间报导 CNN指出 他在六四天安门后 成功带领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 香港回归 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 更重要的是带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人民将从中涉移 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也将从中涉移 CNN表示加入WTO 虽然创造中国未来20年经济飞速发展 但也种下了贪腐的种子 埋下今日中国的社会问题 不过江泽民热爱文化艺术 爱唱卡拉OK 曾经在国际场合展现他的歌喉 另外江泽民友善西方 英文好也爱讲英文 曾在被追问香港特首人选时 当面用英文教训香港媒体 太过天真年轻 那问题的问题啊 都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你毕竟太年轻 明白的意思吧 1997年出访夏威夷 已经超过70岁的他 还一口气游泳游了一个多小时 他谈吐幽默 乐于跟记者接触 很受外媒喜爱 2008年以来 由于江泽民健康状况有恶化的迹象 媒体多次报导他的乌龙死讯 日本产经新闻 2011年就因为误发他的去世快讯 公开道歉 如今江泽民人生羡慕 美国学者称赞他是中共领导人中 少数没要独裁 而是想当正常领袖的政治家 TVB的新闻 余思寅综合报导 江泽民在台北时间11月30号去世 而中央电视台是在周三的下午 公布了这一则消息 好 接下来来看世界舞台上面 现在聚焦的是卡达的世界杯足球赛 美国对上宿敌伊朗全球瞩目 最后以1比0 美国几近16强 当然美国球迷欣喜若狂 但伊朗球迷心情矛盾 有人认为伊朗输球输得好 那表示对现在执政政府的抗议 因为伊朗的社会动荡很久 那么也有人说应该要赢球 好让伊朗的议题能够持续被世界关注 发起在伊朗反政府抗争运动的伊朗库德族区 在比赛结束之后 放烟火庆祝美国的胜利 这也是表达对于国家执政 还有对球队的愤怒 卡达世界杯足球赛 30号美国队上宿敌伊朗国家代表队 24年前美国队败给伊朗惨遭淘汰 如今一雪前耻 以1比0击败伊朗 美国球迷欣喜若狂 球员回到饭店时 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美国总统拜登在密西根州参观科技场时 收到氏族代表队获胜的消息 原本已经结束演说的他 立刻又回到讲台上 兴奋的宣布消息 伊朗代表队让今年氏族赛的政治位浓厚 伊朗球队为了声援国内反政府抗争运动 在前几场比赛中刻意不唱国歌 立刻遭到伊朗政府威胁 后来与美国的比赛 大部分的球员唱了国歌 此举也惹怒了抗争民众 伊朗的球迷也很矛盾 不少人在赛前就表示 希望伊朗队输掉比赛 但另一派的球迷则希望伊朗队能赢 这样才能让世界继续关注伊朗议题 赛场外伊朗球迷高喊女性自由的口号 抗议政府的镇压行动 卡达警方对他们进行驱离 并逮捕了几名伊朗民众 不过现场也有挺伊朗政权的球迷 刻意压制抗议民众的声音 伊朗 伊朗国内气氛也很不寻常 伊朗队上场比赛击败威尔斯队时 伊朗的镇报警察一边庆祝胜利 一边镇压示威民众 这次伊朗败给美国 抗争运动起源地库德族区 民众竟然放烟火庆祝美国的胜利 他们不认同国家队 批评他们在抗争议题上态度摇摆 国家代表队向来是激起爱国意识 团结民心的重要力量 但当人民不再认同执政当局时 国家队反倒会让社会分化 之前已经有不少挺抗争运动的足球员 遭到惩罚 据传伊朗队从卡达归国后 那些反政府的球员可能会遭到逮捕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另外接下来看的是欧战的战场 乌克兰城市赫尔松已经脱离俄军掌控 但是居民的生活品质没有恢复 他们的家园已经被炮火 几乎摧毁殆尽 在寒冬里面没有电没有水 所以在炸烂的杂货地里面 寻找可以裹腹的东西吃 北约秘书长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清用寒冬作为武器 北约一定会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 度过寒冷的冬天 房屋被熏黑 屋顶塌陷 乌克兰城市赫尔松 在俄军撤退两周后 宛如废墟 住在这里51年的大叔 看着自己的家园 心如刀割 地上的血迹从建筑物往外蔓延 这家杂货店不久前才遭到俄军空袭 四人当场死亡 但居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 在破碎的货架旁 找寻任何可以裹腹的食物 被水泡烂的卫生纸卷 也照样拿回去使用 富人取水的同时 还能隐约听见隆隆炮火声 原来河的对岸 就是俄军的驻扎地点 在临时搭建的充电站 赫尔松居民有秩序的轮流使用 延长线插座全满 只为了用手机和家人联系 报平安 离开赫尔松的道路上满满车潮 但这些人能逃到哪去呢 黑暗是许多乌克兰人 现在必须习惯的生活日常 在基辅郊区城市伊尔平 年轻人黑夜中想办法 用发电机把足球场点亮 当全世界都在风氏族 他们也想踢球过过瘾 基辅警察局里 穿着桃红色衣服的小女孩 正在这里等妈妈帮手机充电 但今天是她的大日子 女儿六岁生日只能在警局度过 做母亲的眼眶泛泪 北约外长会议29号 在罗马尼亚登场 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表示 成员国将讨论支持乌克兰的方式 提供燃料和发电机 帮助乌克兰度过这个冬天 乌克兰第一夫人本周访问英国 受邀参加王后卡米拉在白金汉宫 举办的反暴力宣传活动 她也为伦敦的俄罗斯战争罪 摄影展揭幕 看着自己国家人民的痛苦瞬间 奥林纳泽伦斯基神情凝重 她此行的重要任务 就是呼吁外界重视乌克兰人民的处境 尤其是女性 在长达九个月的战争中 甚至有四岁女童遭到性侵 不过俄罗斯仍关起谈判大门 连本周预计在埃及登场的美俄军 被控制谈判也临时告吹 美国华府强调将安排双方尽快会面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提到军事上的对立 国防部在周二 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中国军力报告 在报告当中指出 共军在过去两年 把核弹头的数量快速提升到40倍 所以美国的报告里面预估到了2035 就是13年后 解放军的核弹头数量 会比现在多出了三倍 达到1500枚 对于中方的核武扩张 美国已经公开示警 表示会威胁地区安全 而美国跟印度呢 特别选在中印争议边界附近 要展开联合军业 针对和反制中国的异味十足 解放军军力正快速攀升 美国国防部周二发表 年度中国军力报告 揭露共军在过去两年 把核弹头数量提高 近一倍达400枚 美方估计到2035年 中方将拥有1500枚核弹 接近当前数量的四倍 这势必对地区局势埋下隐忧 报告更指解放军官去年就以试验和训练 名义发射高达135枚飞弹 这个数量比全球所有非战争 国家与地区发射飞弹总和还要多 中方还继续增建飞弹发射场 显见军事扩张野心 报告针对台海情势 列出中共对台四大可能的军事行动 包括海空封锁 有限度武力胁迫 非弹空袭 甚至是武力入侵等 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利 本月中曾公开警告 中方若对台妄动 就如同当前坠入乌克兰尼沼的俄罗斯一般 犯下糟糕的战略错误 报告指中方在扩张军力的同时 还对美国及美方盟友展开不安全 而且不专业的相遇事故 例如今年初解放军在南太平洋 以镭射光束照射澳洲军机 而美军第七舰队旗下巡洋舰昌赛勒斯维号 周二在南沙群岛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时 遭解放军跟监 中方指控美军舰非法闯南沙海域 但美方则强调行动符合国际法 并且将继续捍卫海洋权力和自由 美方周二还公布与印度军方 在喜马拉雅山区展开高海拔联合演训画面 而演习的地点特别选在距离中印主权争议边界仅有100公里的山区 针对意味明显 同样对北京当局采取防备态度的 还有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 英国商务部周二宣告 位于英格兰的塞斯维尔西河电厂 将由英国政府出资6.8亿英镑直接入股 变相把原本持股两成的中资核能国企 中国广和集团替出计划 此前一天 英国首相苏纳克才刚在日内首场外交政策演说中 喊出要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并且直指中方对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 带来体制性挑战 而中资国企之所以能参与英国核电站计划 就是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首度访问英国 开创两国黄金时代之际所签下的合约 这次英方结束中资入股 等于用行动说明黄金时代终结 加拿大近日公布的最新印太战略 更直指中方企图重塑国际秩序的野心 对印太地区带来巨大影响 加方将修订法律 防止关键产业被中方收购 威胁国家安全 面对中方在军事经济影响 利于野心持续提升 政治上却更加专制极权 各国都绷紧神经应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全球3D列印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 很多时候超过我们的想象 乌克兰现在整个重建学校 就打算运用3D列印技术 如果这个计划能成 那么3D列印乌克兰想扩大 用在医院住宅各方面的重建 让受战火波及的乌克兰民众 生活可以迅速恢复日常 而西班牙也亮相了 他们国内第一栋 用泥土建设成的3D列印屋 主打低成本零废弃 也许永续建筑的解放就在这儿 另外美国德州最快在明年 会有100间3D列印的套房社区 警报声响起 孩子们赶紧拿上书包 穿上外套 按照老师的指令 排好队伍前进防空洞避难 辛酸的是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这一连串动作已成为多数 乌克兰孩童的制约反射 根据乌克兰当局统计 也有超过2000所学校 在轰炸中被破坏或摧毁 随着人民逃离东部战火 西部城市学校需求逐渐攀升下 学校的重建成了当务之急 现在一间人道救援基金会 打算以3D练异技术 在利沃夫建造一所小学 目前学校地基已经打好 等到明年三月 气温稍稍回暖 高过摄氏5度 就可以准备动工 预计一个月 学校就可以联营完成 最快9月新学年就能够使用 虽然这间学校还不会包含防空洞 但工程师表示技术上未来也是可行的 而这只是乌克兰重建计划的第一步 同样主打低成本和快速盖方 西班牙建筑系学生使用泥土 打造出国内第一栋零废气3D练异屋 整栋房子的建材完全取自当地 而且只需要7周就能完工 能快速为流离失所的人们 打造战时居所 至于在美国德州奥斯丁郊外 巨大机器将混凝土一层一层堆叠 不久的将来 这里将成为国内最大的3D列印住在区 预计明年问世 这是全美最大建商之音莱纳 与建筑新创Icon合作的开发项目 业者表示使用3D列印盖方 比传统技术快上两到三倍 而且成本还只需要原本的三成左右 3D列印让建筑的未来 仰貌更多元 也是当前全球气候和住房危机下 理想的解方 TVB新闻总和报道 随着岁末 然后又有一些连续价 好像台湾的朋友到日本去 重返日本观光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了 但是在这一波的欧乌冲突 引发全球的能源危机当中 日本是受创严重国 日本的燃料飞涨 还有货币贬值 这有两个双重打击 让日本的十大电力公司当中 有9家 他们出现了净损 所以电力公司向日本政府要求 是不是可以调整电费的上限 但是账价最终又可能造成 消费的恶性循环 所以日本政府现在还没有回应 他可能会重新拥抱核电 日本政府由于放宽 核电运转的使用年限 让这些反应炉变成合法的超龄发电 寒冬报道 取暖设备不能少 日本供电体制拉响警报 实在是沉不下去了 全球能源短缺与货币贬值 日本十大电力公司中有9家今年上半年遭遇禁损 东北电力 中国电力 四国电力 重神电力 四家电力公司率先发难 向中央提出申请 明年度起调高称为规定费用的电费调整上限 若获得允许 其中的中国电力将创下43年来首次的电费调整 日本发电量近八成都仰来进口 能源匮乏程度可见一斑 牵动日本经济与民生 必须总动员才可能突破能源困境 而日本电力来源中 异化天然气占比达三分之一 是日本绝不能拱手向让的战场 而在俄乌冲突之下 不少欧洲国家转战异化天然气 使得日本陷入困境 尤其半路又杀出了个陈咬金 中国的蓝色线条占比 从今年初明显压过了日本 对卡达的能源进口量同比增1.6倍 中国以杂大钱钱长约的方式 粗暴地夺取了日本长期合作伙伴 日本持续耕耘澳洲提高未来供应量 而这场全球性的能源争夺战 还是靠自己最好 让日本政府只能推翻311核灾后的政策 重新拥抱核电 为实现减碳与稳定能源社会 日本政府有意上调核电发电比例 达到2030年最多22%占比 这样的目标几乎需要重启 日本国内所有反应炉 但是半数以上机组 面临40年的基本使用年限 其中有些更是已经超过退役期限 因此日本政府企图游走灰色地带 从宽认定现行的最长60年运转期限 审查假处分等停止时间不予计算 等于默许反应炉超零发电 另外以报废机组则改建成相对安全的次时代反应炉 维持所需机组数 让国民在寒冬中不必为了昂贵电费 委屈受冻 九月新闻中报道 东北亚另外一个国家南韩 这个时候面临大罢工 在各行各业扩散的问题 首先是货卡车司机大罢工 那么烧到首尔地铁 首尔的交通公社罢工 让地铁减搬了三成 而南韩的铁道公社也预告 明天12月开始也会罢工 货卡车司机罢工一个星期 南韩政府破天荒 颁布了开工令 强制开工令 要2500名水泥运输业者 先回到工作岗位再说 不过业界叫它戒严令 使得暴公潮被刺激遍地开花 让南韩经济前景越来越悲观 平日里繁忙的南韩第二大港口 全罗南道光阳港 如今确实要无人烟 南韩货卡车司机大罢工 要求政府保障永久生存权 30号下午双方展开第二轮协商 谈判仅40分钟就宣告破局 南韩水泥运输业首当其冲 担任运输大减九成 导致全韩至少508个工地停工 一天平均损失规模达到180亿韩元 南韩政府颁布史上第一道强制开工令 就首先要求2500名水泥车司机 重返工作岗位 等同业界戒严令的措施 让发起罢工的货物连带更加不满 还号召成员替法示威 主张政府强迫劳动 违反国际劳工组织法 南韩公共运输工会 致函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 希望国际社会介入协调 货物连带强调不会轻易妥协 在全韩16个地区持续抗争 但罢工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 除了水泥运输受阻 南韩钢铁运量也掉到只剩下五成 组装好的新车无法出货 车商们只能出动人力运输 让员工将新车一辆辆开出整车厂 各地油价看板上罕见贴上授庆二字 罢工也波及南韩石化能源产业 已经有至少21间加油站闹汽油荒 南韩产业通商部介入支援补给 但业界担心罢工长期化 汽油荒越演越烈 南韩农畜产品也面临无人运送的窘境 国菜市场堆满代运输果 新鲜度一天一天下降 经营相关进出口的中小企业苦不堪言 深怕接下来可能出现大量砍单潮 使生计不保 南韩经济当前遭遇高物价高利率高汇率三高危机 南韩智库OECD以及南韩央行都纷纷下调 明年经济增长预期到2%以下 日本野村证券更大胆预测 南韩明年恐怕出现经济不成长 前景堪忧 首尔交通公社30号也发起了罢工 首尔地铁1到8号线运量降至平日的七成 南韩铁道公社12月初也将加入罢工的行列 南韩产业界担忧 罢工潮遍地开花 产生的连锁效应冲击 将让南韩经济危机雪上加霜 TVS新闻综合报道 11月最后一天 法国终于如愿以偿 他们民众餐桌上常见的长棍面包 终于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第二次挑战了 2010年法国美食被列入名单 是第一个列入的餐饮类 那么包括日本和食 南韩泡菜 意大利披萨 拿布里披萨 都已经列入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法国的长棍面包二度申请 他们这次是强调 手工制作职人的精神 而这次是联合国 适宜公约的第50周年 各国申请得非常来劲 各种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 纷纷递界 今年候选的足足有56件之多 11月16日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公约 缔约50周年 世界遗产委员会 原本6月中要在俄罗斯召开 但俄国侵略乌克兰 导致46国抵制 最后俄罗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 11月中辞职 审议会才顺利于11月27日 在毛洛哥召开 从塞尔维亚手工酿造的 李兹白兰蒂 到越南少数民族淘气 今年候选的56件 世界遗产申请案 各个独一无二 一旦消失就难再挽回 去年12月新上榜的 是用空心芦苇或竹笔 书写的阿拉伯书法 超过530件 世界遗产中 有些国家已有多件申请成功 因此两年才能递件一次 简称法棍的法国长棍面包 申请参选世界文化遗产 旅拜旅战已等待超过5年 台北时间11月30日 下午6点半左右 法国面包终于神移成功 原因之一在于维系社会连结 室温下南保鲜 口感最好的法棍 就是当天买到的 疫情期间买法棍 成了不少法国人 在隔离期间 仅能有的少数社会互动 我父母带给我钱 我会去找铺银 但在70年 有55万亚厅 不仅行业危机感存在 法棍的记忆传承也不容易 除了面粉 水 盐巴与酵母 不能有任何添加物 否则就不算是标准法棍 相传法棍上的裂痕 是为了让带面包当口粮的 士兵或工人们 不用带面包刀就能掰着吃 避免一言不合拔刀相像 法棍上手工切割的裂痕 面粉比例 香气与孔洞 每家烘焙方都不一样 手工生产的工匠精神 也是法棍生疑的重点 面包协会主席只有两分钟 向联合国评审委员们简报 他希望评审们理解 他所申请的 不是超市里机器生产 大量贩卖的未法棍 看看2017年 意大利拿破里披萨 成功申请成为世界遗产后 市面上出现了什么东西 自动贩卖机做出的披萨 意大利人认为不是披萨 法国人眼中更是美食的堕落 不过这些标准在世界另一角 图瓦鲁国民的眼中完全不重要 近乎绝望的图瓦鲁政府 申请将自己的国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本世纪末将全部被海水淹没的图瓦鲁 计划建立数位版国家 在元宇宙中将自己的国家整个复制 并寻求国际法认同 这一万两千人的小国依然存在 另一个可能名列世界物质遗产的地点 澳洲大宝礁 却是联合国争取 所属过澳洲反对 珊瑚一年只产卵一次 而澳洲大宝礁有91%已经白化 受损严重 但若大宝礁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势必需要减少观光客接近 其观光收益与相关工作机会 都会被迫大幅减少 有形或无形的世界文化遗产 是否都能保存或活化 是全人类的难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来最新消息 上海市政府在11月30号宣布 从12月1号凌晨临时开启 那么针对24个新冠肺炎高风险区 解除管控 恢复实施常态化的防疫措施 这是上海在白纸抗疫发生之后 上海官方第一次局部松绑防疫的管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 从周末到现在 中国大陆有15个城市发起的白纸运动 到30号似乎渐渐平息 北京的维稳手段 包括了部署大量警力 逮捕抗疫者加强毛路审查 在上海是地铁会查民众手机 是不是装了网路翻墙的软体 在上海的外国记者观察 北京认为镇压有效 对于平息抗疫有相当程度的自信 而外媒现在也可以在敏感的抗争路段拍摄了 全球很多大城市依旧继续声援白纸运动示威 周三早晨的北京宛如一切回归日常 上班通勤的通勤 排队筛减的筛减 好似几天前抗疫清零风控的白纸运动不曾发生 周末以来 全中国至少15个城市爆发示威抗疫 但从北京上海到深圳 在优势警力进驻下 拉扯抗疫场景不在 上海最敏感的乌鲁木齐中路周边 设置高路障 尽管民众只能从旁快步通过 但此刻外国媒体却被允许在路上拍摄 路口转角空地则有大批警车待命 准备必要时随时上阵 居民则继续在冷风中排队核酸筛解 但显然耐心也快被耗尽 我只是觉得说现在这种层层的加码 特别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居民 一个中国公民的日常生活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它能够有更长的时间来 周一晚上警方开始在杭州市中心待人 在上海地铁搜查乘客手机 看是否安装能翻墙突破网路审查的VPNAPP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则下令 坚决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 以及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一步步展开维稳 北京各大学甚至提早让学生返乡 避免群聚抗议 中国大陆中央清零政策不变 不过卫生健康委员会29号的记者会 态度则些微松动 呼吁风控管理要快风快解 因解禁解 减少因疫情带来的不变 富士康世界最大iPhone工厂所在的郑州 周二宣布五天疫情防控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效 午夜起解除流动性管理 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 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但也公布一长串维持封锁的大楼名单 尽管表面一片祥和 但社群上还是不断出现抗争画面 广州居民朝警方丢职玻璃瓶 镇报警察穿上白色防护衣 手持防暴盾牌 组成防暴队形 踏过被拆除的封控围栏 济南同样出现警民对峙 居民高喊解除封锁 一边推开路障 甚至与穿着防护衣的远警扭打 世界各地包括纽约 多伦多等大城 也出现力挺白纸运动的示威 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也在校园举牌 高喊言论自由民主法治 高于北京关系回温的美国拜登政府至今谨慎回应 避免坐实中国官方口中的境外势力 而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则表示 中国应舍计大规模封控 改用更具针对性的方法应对疫情 并重新审视疫苗政策 把施打重点集中在脆弱族群 白纸运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 但中国官媒只子不提 竟强调执行封控发送物资给民众 周三中国再新增37612例确诊 越来越多工卫专家都认为清零难以持续 不过中国解封前必须尽快让数千万高龄者接种 体育新闻总科报道 好来看12月1号就是今夜凌晨3点钟的时候 卡达氏族赛 那么究竟呢是谁对谁呢 阿根廷要对上C组积分第一的波兰 不过开提之前阿根廷裹脚梅西爆出争议 因为上个周末因为阿根廷2比0击败了墨西哥 梅西破门夺下首胜 赛后梅西被拍到在更衣间庆祝的时候 他右脚踢开了地上的墨西哥球衣 墨西哥的拳王指控梅西 拿墨西哥的球衣跟墨西哥的国旗擦地板 呛瞎说美西最好不要遇到他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订阅》